由于冒劲而战败的安禄山 暗律当斩 但是在他养父张守贵的巧妙疏通下 安禄山再次化险为夷 死里逃生 这一年也正是杨贵妃踏入皇宫 成为寿王妃的时候 毫无关联的两个人 两件事 事情却在冥冥之中 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安禄山 对官场规矩和深浅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于是他投机取巧的本性 又发挥了出来 给自己找到了三张长期饭票 那么安禄山都做了些什么 他与杨贵妃第一次见面 又是什么情形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将书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 第二集 邀宠唐玄宗 上一回我们说到安禄山到京城去 那么被唐玄宗赦免了以后 回到了幽州 那么他回来以后就加倍地立功 很快他官复原职 到开元28年 不但是官复原职 而且往上提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对他命运来说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的第一个大贵人 张首贵 张首贵呢 在营州打了一个败仗 但是呢 这个败仗他没有向朝廷上报 他把这个败仗呢 把他隐瞒掉了 结果抓了一些葫芦 冲葬 反而报了一个圣仗 唐朝呢 对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那么发现这件事呢 张首贵不要看他功劳再大 一样是撤着贬官 贬到内地去 那么他走了以后 幽州呢就换阶渡使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换了三个阶渡使 几乎是一年一换 那么张首贵撤了以后 阿诺山提上来了 他当上了平如军兵马使 这是在开元28年 兵马使是什么官呢 接渡使是司令 司令牙前 整个部队的日常事务 都是由他来管的 这样子他就等于说 阿诺山呢提到了 高级军官的行列 职务的提升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幽州呢 这个接渡使呢 不断在换 三年换了三个人 几乎是每一个人 只有一年的任期 不像张首贵可以做得很久 所以皇上也觉得呢 有必要了解一下 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就派了一个人来 派了一个叫 御史忠成 这么一个官 叫做张立征 这个人很重要 唐朝呢好多人的提升 都跟他有关 张立征是御史忠成 到这里当河北到采访时 我们知道呢 中国从秦以来建立了一套 行政权力独大的 中央集权的体制 秦始皇也知道 权力呢完全不受制约 是不可以的 所以秦朝这个体制呢 他另外设了一个很高的 建察系统 这个建察呢就是所谓御史 御史呢和行政官 基本上是平级的 直属皇帝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么一种情况 从外面看 是一个行政权力独大 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体制 其实和他平行的 还有一个建察系统 这个建察系统的权很大的 所以这个建察御史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建察系统的负值 所以是一个很高的 建察官员到地方来 他兼裁访史 唐朝设了这么一个官 让高官到地方去 访差民情 审理你判过的案子 看看你做的公正不公正 励志清廉不清廉 这个人回去要向皇上报告你地方的政绩 其实他还顺便向皇上介绍 他对地方这个官员考察的情况 成为他以后晋升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安禄山从京城回来 大难不死 他已经明白官场的很多规矩了 所以他就挖空心思 在官场里面钻营 逢营拍马 不断地在给自己寻找过硬的后台 我们看他在官场上 他打通了三个人 每打通一个人 他的官员就大大的上升了一阶 这三个人是谁呢 第一个人是张立正 幽州自从张守规罢免以后 几乎是一年换一个阶渡时 没有一个人能坐得住 所以朝廷就决定呢 要派个人到幽州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就派了张立正来了 安禄山知道这中间的厉害 所以呢 当张立正来了以后 安禄山格外用心 那是安前马后啊 官员查社 取义的奉承 动听的话 不停地吹得张立正飘飘然 非常的开心 可是光是讲好话 光是吹那还不够 安禄山很明白 这些朝廷官员 难得有机会到地方去 他们总是要借这个外出的机会 给自己捞油水 所以呢 安禄山一方面是吹 另一方面呢 是非常用心的 给张立正呢 打点了一个大大的礼包 送给张立正 所以呢 张立正看到这礼包 当然眼睛是笑得像 眯成一条线 他开心的 这安禄山懂事 所以他回朝 就向玄宗汇报 安禄山确实好 这个人是个好官 玄宗就想听这话 因为把安禄山放了 是玄宗的主张 玄宗就想知道 安禄山是个好官 觉得自己没看错人 因此他决定要提拔安禄山 任命他为盈州都督 平如君使 同时呢 还坚韧 左乡兵马使 渡之 银田 水利 转运使妇 鸭两帆 渤海 黑水 四辅金掠使 等等 让他集 君权 财权 民政权 以一身 主宰盈州一方 所以安禄山他奉行 没有是非 没有正义的 功利主义的当官原则 他跟定 谁权大就跟谁走 他根据这个原则 出示牛刀 马上就大有斩获 让他切身体会到 这条路没有错 所以他决定以后就开 这条顺风船 凡是朝廷来的人 特别是玄宗看好的人 那他都是尽力的巴结 好让他们回去给自己说好话 所以他们都说安禄山好 安禄山呢 他的整个形象在玄宗的心目中就竖了起来 通过这一次的巴结 安禄山再次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到了天保元年 玄宗对阶渡史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全国设置十大阶渡史 这十大阶渡史呢 树守边疆 他们分别是安西阶渡史 领兵呢 两万四千人 驻扎在今天的新疆库车这一带 负责唐朝的西面 第二个是北庭阶渡史 统兵两万 驻扎在北疆 负责这个北疆到中亚这一帧 第三个是河西阶渡史 统兵七万三千 驻扎在五威 来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第四个是朔方阶渡史 统兵六万四千七百 驻扎在零武 主要是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 第五个河东阶渡史 统兵五万五千 驻扎在太原 这是整个北方防线的中间的位置 第六个泛阳阶渡史 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驻地在幽州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 第七个平庐阶渡史 统兵三万七千五百 驻扎在辽宁的朝阳这一带 是对付东北的 第八个是隆游街渡史 统兵七万五千 驻扎在青海 这是为了防御吐蕃 第九个是建南街渡史 统兵三万九百 对付的是西南方面的 所以它驻扎在成都 第十个 宁南街渡史 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驻扎在广东 镇守南江 从这十大街渡史的设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唐朝的这个军事的防御 主要是对付三个方面 最大的第一个 是对付从西北 绵延到北方的突厥 第二个是西面的 西南方面的吐蕃 第三个是东北方面的 契丹和西 在东北方面最为重要的 就是泛阳街渡史 它自所在幽州 是镇守整个东北 华北最重要的一个街渡史 玄宗从泛阳街渡史里面 把平庐军分出来 独立成为一个平庐街渡史 驻扎在辽宁的朝阳这一带 成为一种前进的配置 和泛阳街渡史 正好构成鸡脚之士 相互呼应 玄宗特地把安禄山 提拔为平庐街渡史 对他寄托了特别大的期望 这就是安禄山打通张力仁 所获得的一个回报 安禄山尽见唐玄宗 尽情表演 显示其忠心耿耿 唐玄宗也乐于接受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盛唐的背影之 妖宠唐玄宗 幼小的经历 让安禄山很善于对付 各种复杂的问题 很善于应付各式各样的人 百平张力真 安禄山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回报 那就是他跻身于节渡史之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节渡史是唐玄宗为了巩固边防 而设置的一种军事制度 节渡史可以全权掌握所辖部队 而且为了攻击方便 他可以在辖区内 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 就地直接获取钱粮供应 所以这对于安禄山来说 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天保二年 跻身于节渡史之列的安禄山 获得了入京觐见皇上的机会 这一次觐见 安禄山的命运再次改变 这事情都从天保二年说起 这一年刚刚当上节渡史的安禄山 得到一个机会入京觐见皇上 对安禄山来说 这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事情 他能够亲自在皇上面前去汇报 所以他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路朝到了京城以后 他按捺住狂跳不已的心 随着百官规规矩矩的 向玄宗磕头拜祷 然后呢 当年向玄宗汇报边疆的情况 汇报的过程中间 安禄山偷偷地抬起眼来 一看高坐在龙床上面的玄宗 是听得满面春风 安禄山知道玄宗高兴 除了表演以外 安禄山还特别善于揣摩圣意 投其所好 他之所以能够深深地打动玄宗的心 在于呢 他在玄宗面前不但要能吹 他还要在玄宗的心目中 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他要什么形象呢 要的是一个铁面无师 正直勇敢的形象 要的是一个呢 只知道皇上 不知道有别人忠诚无恶的形象 要做到这两点 怎么做 这比一般的吹要难得多 安禄山去向玄宗告发 告发官员迎师舞弊 他知道玄宗呢 罪恨官员贪污腐败 所以他要打击贪污腐败 有一次他利用玄宗召见他的机会 他就直接跟玄宗说 说京城里面呢 发生了科举的弊案 这就非常奇怪了 一个来自边疆的军帅 怎么会知道京城里面发生的事情呢 原来京城里面有出身东北的官员 安禄山到京城和这些官员在一起 他们就告诉他 告诉他今年的科考 出了一个弊案 这个当时候唐朝的宰相是李林府 李林府又身兼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呢 就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 可是李林府在宰相府办公 他没有时间管吏部的事 他就把吏部呢 交给他的两个心服来管 一个是宋瑶 一个是苗敬青 当年科考的时候 有个玄宗面前当红的官 叫做张仪 张仪的儿子叫张氏 张氏参加了科考 参加考试的考生 有一万多人 最后六十四个人上榜 榜首就是张氏 一经公布 外面舆论滑蓝 特别是知道张氏这个人的所有的考生 愤愤不平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是宋瑶和苗敬青在讨好张仪 那么东北出身的官员 把这事告诉了阿努山 阿努山立马就到玄宗那边去举报 玄宗呢 好 接到这举报 他亲自来考了 他上了花二楼 让这六十四个人 在他面前考试 一整天下来 张氏拿着那个卷子 没有写下一个字 最后交卷上去 这个卷子在历史上成为有名的 叫做叶白 叶是什么意思呢 牵引拖拉 古代的书是卷成一卷的 阅读的时候是把它慢慢的拉开 所以是叶开 张氏的卷子 拉出来是白的 再拉出来还是白的 一直拉到后面 是一片白茫茫接不见 所以呢 叫做叶白 这个词就成为 焦白卷的代称 一直到今天 汉语里面还有叶白这一说 玄宗脸都发情了 所以他大怒 他就把宋瑶 变为武当太守 把张仪 从玉室忠成 变为淮阳太守 把苗敬清呢 变为安康太守 甚至把今年主持 科举考试的 李布朗忠 也一起 变到岭南去 而且他还下令 公布此案 在次令里面 他痛批这些官员 是 这个判卷呢 基本上是交给几个主考官 几个主考官要对付 成千上万的考生 所以这个判卷呢 有相当的随意性 考生知道 所以他们呢 在考试之前 就要通过各种关系 把自己的诗文 作品 送给考官 让考官能够知道自己 这样子 判卷的时候 或许 有利 这其中呢 就有一些品格低下的人 趁机就行贿了 也有一些官员 就在这里面呢 内定 这种弊端 玄宗是知道的 也是可以说是 当时公开的秘密 问题是 玄宗抓不到证据 他无从下手 现在有了这个线索 他一查 果然有了 所以他严加惩处 他维护了科举的公正性 同时 他也大大感到了 安努山这个人呢 确实能干 可靠 不畏权势 于是第二年 唐玄宗呢 再次提升 安努山 这一回就任命他为 范阳接渡使 河北采访使 同时担任 平卢接渡使 也就是说 安努山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面 就兼任了两大接渡使 前面我们列的这个表 我们看到 范阳接渡使是所有接渡使里面统兵最多的 他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再加上平卢军的三万七千五百 安努山手头竟然已经掌握了十三万的雄兵 成为掌兵最多的接渡使 所以他是唐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通过这个科举弊案 安努山大有收获 他马上又不失时机 又抓住了新的机会 进行第二次的表演 这一次他是要让皇上看到 他心目中只有皇上一个人 他对皇上的忠诚已经到了吃鱼的程度 他抓住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玄宗见安努山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一回他在宫内宴请安努山 就把自己的儿子太子请了出来 让太子也见一见安努山 其实多少有一种 想把太子托付给安努山这么一个意思 可是见到太子 安努山呢 闻思不动 也不向太子行礼 也不拜到在地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呢 旁边的人就斥责他 见到太子 你为何不行礼 安努山这时候大大烈烈地跟玄宗说 我是胡人 我不知道什么是太子 太子是什么官呢 于是左右人告诉他 太子是皇上的接班人 玄宗跟他说 正百岁以后传位给太子 这时候安努山又装傻了 他说 我心目中只知道皇上 我不知道有什么太子不太子 通过这简洁的语言 安努山就把自己的表白完整准确地传达给唐玄宗 我心目中只有你皇上 不管有什么人 他做完这个表白 在玄宗身边进城的施责下面 他大大烈烈地向太子行礼 这已经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的表演已经成功了 他完全抓住了玄宗的心 他抓住了玄宗 那在官场是最大的靠山 但是安努山觉得这还不够 他还要把这关系做得更加牢靠 他才能放心 所以他还要再打通第三个人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安努山杨贵妃 历史终于让这两个人相遇了 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盛堂的背影之 妖宠唐玄宗 作为节度使进见唐玄宗 安努山凭借自己憨厚耿直的外表 为自己赢得了的盆满钵满 短短几年时间 他已经身兼唐朝两大截度使 身为胡人 这可是唐朝开国史上的第一例 已经执政三十年的唐玄宗 此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锐意进取的唐明皇了 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享乐上 安努山则给他的皇帝生活 添加了一副佐料 两个人也越走越近 唐玄宗甚至让安努山 进入自己的后宫 于是杨贵妃与安努山 两个人相遇了 宣宗呢 把安努山当作自己人 经常在宫内宴请安努山 这一回宴请的时候 他就是把杨贵妃请了出来 他平时在杨贵妃面前 告诉杨贵妃 宫这个朝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藩将 这个说得很好玩 这回呢 让杨贵妃亲眼见一见 所以杨贵妃呢 在宫里的簇拥下 款款地走了出来 杨贵妃是一个雍龙华贵的 非常艳丽的人 他的美貌不需要我在这里形容 当他走出来的时候 让安努山觉得眼前像放光一样的 一时就看待了 待在那一边 紧接着扑通一声 他跪下去拜杨贵妃 从此以后 他每次进宫 都是先拜杨贵妃 再拜玄宗 玄宗觉得很奇怪 我皇上你不拜我 你拜杨贵妃 问他 安努山这怎么回事 这时候安努山又借了这个机会 说了 我胡人不知其父 只知其母 玄宗一听 哈哈大笑 很好玩 胡人不知理 不但不觉得他失礼 还觉得他很可爱 因为他可爱 所以他就让杨家三兄弟 和安努山 接拜为兄弟 安努山这回心里更有谱了 他感觉到 他和玄宗之间的关系 毕竟是男人之间的关系 毕竟是君臣之交 现在有了这个杨贵妃 那么就进入了私人的领域 作为君臣之交一个非常可靠的保障 所以杨贵妃 所以杨贵妃太重要了 在这个君臣之交之外 还多了一个私人之交 于是安努山呢 大大咧咧的朝着杨贵妃呢 拜了下去 跪倒在地上 请杨贵妃收他为干儿子 安努山已经四十过半 杨贵妃才二十九岁 这不是颠倒过来了吗 所以在唐宗中 眼前这一幕 一个肥硕的大汉 四十几岁的男人 去拜一个非常美貌 美络天仙的杨贵妃 他也觉得这很好玩 很好笑 其实他的心底里 他已经把安努山呢 看作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就同意了准奏 准奏就使得这个安努山 就从此就成为杨贵妃的干儿子 也就成为玄宗的干儿子 从此君臣就在一起 一起玩耍 安努山每次来 都带来了边疆的风情 胡人的趣事 讲得玄宗非常的开心 君臣的关系到了这份上 安努山呢 就不拘束了 他就从边疆 给玄宗带来了春药 筑琴花 送给了玄宗 玄宗跟杨贵妃 那是老夫少妻 这个玄宗满语其耻的事情 安努山给他做了 所以这一对军臣呢 就进入到一种非常私密的交情 仿佛就像哥们一样的 无话不谈 这回安努山放心了 他抱定了玄宗这条大腿 他也笼络住了 杨贵妃 所以安努山在唐朝篡宏 达到了无人能比的地步 史书里面总是讲 说安努山是李林府提拔的人 所以安努山后来出了事 大家都怪到李林府头上 其实我们看这个过程 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安努山是玄宗 亲自发现的人 是玄宗一手提拔的人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 政治的帮派去划线的话 我想安努山呢 就是玄宗的人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天宝时期 玄宗开始超越制度提拔宰相 这就打破了唐朝严格的选官制度 另有打算的李林府对此态度积极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李林府的算盘 唐玄宗为政四十多年 一生也经历坎坷 阅人无数 身边也不乏能人奇人 更不乏拍马刘虚钻赢取巧的人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唐玄宗就喜欢安努山呢 安努山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我觉得这里面 有这样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那是玄宗历经图治已经三十年了 他是一个有为而且是很有成就的皇帝 三十年唐朝走向繁荣 他自己也很得志 很得意 也很自负 他觉得天下已经无视了 太平了 现在可以安享太平 也就是说 玄宗已经失去了进取心 已经默契沉沉了 有个势力可以反映这一点 玄宗曾经对他最信任的宦官高丽氏说 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 郑不出长安近十年 天下无视 郑欲高居无为 昔正是为临府和卢 也就是说 我不出长安 十年了 天下太平无视 现在我要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 李林府去 这连高丽氏听了都觉得不妥 所以高丽氏就劝他说 天下大饼不可假人 比威士既成 谁敢服役之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李林府得到你的授权 以后权势太大 谁还能制约他呢 所以这个权不能随便交给人的呀 没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劝谏 玄宗就不高兴 当时就拉下脸来 连高丽氏这么心肤的人一看都觉得不妙 立马跪下去磕头 说诚狂急 发妄言 罪当事 我乱讲话 我罪该万事 您别追究我了 其实高丽氏说的是对的呀 问题是玄宗已经厌倦了 不想理朝悟了 不想理朝悟你就退位呗 可是在中国 这个古代这个皇帝的权势有多大 哪怕自己不想干了 他也不会退位 不会为国让贤 即使这个贤是他自己选定的儿子 他也不能让给他呀 所以呢 他把高丽氏给选了 阿露山能够出现 能够登上政治舞台 就应该放到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去观察 没有这个大背景 阿露山也成功不了 阿露山成功的第二点 那是因为 玄宗统治三十年 成就三十年 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 所以在这么一个有成就的皇帝 有权威的皇帝面前 百官只能是唯唯诺诺 所以整个政坛就显得非常的沉闷 玄宗呢 也觉得这政坛沉闷 他想给这个政坛带来一点新风 可是呢 他并不想做真正的改革 我说他只想给政坛带来一点感官的刺激 带来一点轻松和欢乐 也是就是说在一个沉闷的官场里面 有个人来扮演个小丑的角色 活泼一下气氛 这个时候 谁先扮演这个角色 谁就接足先登 阿露山最早出现 他最早拿到了这个位置 但是这种角色 在政治里面要有不能多 这是一种政治作秀 作秀只能偶然做一次 所以这种人有一个就行了 那玄宗不能提拔一堆的阿露山 这个毕竟是朝廷 不是个马戏团 是吧 所以谁先拿到了 就占了这个位置 后面的小丑就上不来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就说阿露山呢 运气特好 他撞了大运 第三个 我们不能不说 在主观方面 阿露山呢 特别有表演的天赋 他特别善于察言观色 而且呢 把自己的特点 发挥出来尽情的表演 他表演得那么天真 那么纯情 那么动人 而且在一些很难堪的事情上面 他可以推说 我是胡人 我不懂 我不懂汉里 所以他就可以做出 我们都做不出来的事情 比如说 他一个四十五六岁的男人 会去拜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 做妈妈 这是什么人都想不出 也做不到的事 可是阿露山呢 就以胡人这么一个身份 他就做出来了 而且表演得很好 我说啊 藏过人之间 就要忍过人之路 阿露山就是能够忍路 所以他能做这一种事 历史上 这种认晚辈为父母的事情 有两起 还有一起呢 是五代的时候 石敬唐 去认小他一半的 七丹的皇帝 认他为干爹 这两个人 阿露山早早地 接受了唐朝的盛事 石敬唐 把幽云十六州 割给了七丹 从此中国 数百年间 整个华北大帝 遭受七丹铁蹄的蹂躏 这是要定在历史的此路柱上 阿露山表演是非常成功的 他完全抓住了玄宗 他的前程一片光明 阿露山成功 我把它总结 成功在哪里呢 我想用四个字来表达 叫做大奸四成 显得特别诚 诚恳诚实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能够成功 更加深刻的原因 是唐玄宗在骄傲自满 固步自分中间 正在一步一步地 把唐朝推向人制 而这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就是李林甫 而李林甫和阿露山也大有关系 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